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零失败的鸡蛋灌饼 即使新手也能够一次做成功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高筋面粉 加入3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80毫升的温水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一个偏软一些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盖子,让它先松弛30分钟 接着我们在小碗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再加入一勺烧好的热油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油酥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在另外一个小碗里面打入3颗鸡蛋 加入半勺盐,半勺五香粉 再加入少许葱花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后 放一旁备用 面团饧好后我们先用手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分成4个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把它揉圆 再用手轻轻按扁 然后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5毫米的圆形饼皮 接着我们在中间涂抹上我们做好的油酥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先把口收紧 再用手轻轻按压成小饼的形状 最后我们把它轻轻地擀开 这一步我们要尽量慢一些 以免把饼皮擀破 接着我们把电饼盛预热刷油 然后放入我们做好的生胚 表面再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水分的流失 烙至表皮变色后 我们给它翻一下面 另外一面烙至变色后 再翻一次面 随着饼皮温度的升高 我们的饼皮就会慢慢地鼓起来了 然后在中间戳个洞 再灌入鸡蛋液 烙至两面金黄 鸡蛋液完全凝固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鸡蛋灌饼 吃起来非常的柔软筋道 里面还有满满的鸡蛋和葱花的香味 而且做法也是十分的简单 用来当做早餐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